之前的話 對啊 在這邊一坐的話 沒有的話你會停成個 都是 衣服全部是濕的 都是濕的 真的 很可怕 手不會抖嗎 手都是汗啊 脫掉手套都快滴水了 這樣就可以 對 就可以 他坐到這邊嘛 坐這個地方我們就 從滴框正去而已 他所謂鎮壓意思是說 這空氣 他空氣不會亂跑 不會亂跑 在這個地方 但在這裡面循環嘛 好好 在理髮委員蔡世英的 積極協助下 與民間慈善單位 共同來捐贈 鎮壓篩檢庭 這些單位呢 包括了天險宮 中華無險慈善功德會 基隆市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氣管協會 羽球國際新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猛甲龍三四等單位 共同來響應 幫助他們所謂的醫療員 在檢測 相關快篩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更加方便 所以捐贈的這個 檢驗的這樣的一個 防疫的檢測庭 那目前總共捐贈的五座 分別在布立醫院 然後長庚醫院 基隆市立醫院 礦工醫院 還有三軍總醫院 那我們期待這幾個醫院 作為基隆的重要的核心醫院 在做相關 我們這一次 新冠肺炎的檢測的過程當中 能夠幫助醫療人員 在檢測的環境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舒適 也讓這個檢測的時間跟效率 能夠更加的快速 讓等待著我們的市民 也更加的方便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捐贈 這樣的一個快篩檢驗庭 比較先進 而且具有保護 醫護同仁的鎮壓 採檢庭 那是由工業院研發的 在這個疫情階段 看到各位醫護人員 為了這個疫情的努力 辛苦 那我們看了很感動 所以有這個機會 希望我們能夠盡我們的一己之力 能夠提供給醫護人員 更好的防護 把我們的疫情做得更好 龍泉宮的宋小姐 打電話到龍山市來 說基隆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馬上就答應 龍山市董事長馬上就答應了 要來監證基隆這個採檢艙 雖然疫情造成了社會不安 但是看到這麼多 溫暖的民間力量 來提升我們基隆的醫療資源 相信跟基隆市民一起 更有信心來守護基隆 對抗新冠疫情的威脅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